首相要帶您關心我國駐斐紀代表處在爆發了秘書性騷擾當地女性職員的醜聞之後 現在連代表本人也捲入了桃色風暴 民進黨立委繼續指控駐斐紀代表秦日昕跟日本駐外人員發生婚外情 不但用公務電話熱線不斷 連吃飯約會也爆公帳 而秦日昕本人今天面對媒體先是深深的一鞠躬 為個人私事影響到國家外交 向社會大眾道歉 但是他強調跟這一位日本女秘書的來往都是公務關係 按照規定可以暴障 他們之間並沒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深深的一鞠躬 駐北極代表秦日昕在外交部發言人的陪同下舉行記者會 她說爆料者對她的不滿 傷害我國外交關係 讓她感到痛心疾首 她向社會大眾致歉 但堅稱絕對沒有不倫臉 日本的前女秘書的關係完全是工作聯繫的對象 絕對沒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 有沒有像豹仔所說的懷孕 我沒辦法 我實在是沒辦法回答 秦日昕說她和前日本駐北極三等女秘書黑川艾子 是在民國九十八年底的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中認識 當時她是顧問身份 在日本大使館的等級中 值等比三等秘書還低 為了保持聯繫 大約一個月一次請這位秘書吃飯 由於是公務的性質 所以曾報領過公務的交際費 會需要動資公費 請她去高檔日本料理吃十幾次的飯嗎 這位日本小姐返國的前兩天 你申報的交際費 所買的六千美金的珍珠到底送給了誰 而為什麼要在深夜或清晨以電話聯絡 秦日昕說 這位日本女秘書預定今年三月離任 任勤結束前 必須要撰寫斐記的正情相關報告 請她提供意見 那女秘書經常加班 以至於兩人聯繫的時間比較晚 根本沒有注意到是不是情人節 但為什麼今年五月回斐記時 要特別過境日本 我一直對日本的電子產品很有興趣 所以我想說也順道 也去做一些shipping的工作 她也表示願意請我 略盡地主之一請我吃飯 所以我們在東京的期間曾經有見面 有吃飯 請代表這種未來走天涯的情操 其實我們是值得我們這個感到敬佩 而有關情理眷屬補助費問題 秦日昕說 他在民國九十六年從駐紐西蘭代表降調到斐記 當顧問 薪資津貼都少了許多 他不服 提出了行政訴訟 因此拒絕填寫卷補費的拒絕表 一直到民國九十九年恢復了代表的職務 才填寫退回了卷補費 外交部發言人張紀平 表示 外交部已經啟動了專案調查小組 調查後會有相關的處置 記者黃沛山 陳信龍臺北報導